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也是国际组织四级绿色气候机构的职责和使命 国际组织IOW进行将为实现低碳国际标准绿色技术的新事件 提供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 通过国际绿色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确保获得可持续使用 所有绿色产品进行国际合作 所有产品都将通过国际标准绿色技术进行验证认证 认证后在进出口时按国际标准绿色产业分类 以享有最后国待遇推广到全世界 帮助改善全球气候环境 最终将为全世界人民提供经济发展和机会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未来气候变化的程度将更为严重 人类是未来取决于全世界人民 对地球所有及其带来的结果 绿色政策在各个会员国家或地区是必须的 是具有强制性的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气候变化工作 实施积极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 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 绿色政策成为了国家的意志 生态文明理念已写入了党章和宪法 2023年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中国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重要的参与者 贡献者和引领者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中 自此拔向行动 就促进绿色发展 再次向全世界实施实践承诺 2023年 恰逢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注册满十周年 国际组织IOW这些气候环境宪法的绿色哲学理念 与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息息相同 志同道合 同住生态文明之机 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世界好 中国好 中国好 世界才能更好 这是新时代中国国家主席 心中最诚挚的绿色之音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绿色发展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2023年 IOW这些世界总部 与东北亚世界总部团结一致 积极作为 分别在吉林省延绵州 龙景市成立了综合绿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完成了IJC石墨西国际钢筋的工厂建设 同时在河北省南方市固安县成立了福地新能源有限公司 完成了绝缘清洗业GGG工厂的建设 尤其是在龙景市人民政府热情援助和集体协调 在此我代表总议长李宇诚先生 向中国吉林省延绵州龙景市人民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你们在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道路上 对IOWGC东北亚世界总部国际公务的积极资源 2023年东北亚世界总部与大有国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就威风发电项目成功签约合作 在此特别感谢王建辉主任 感谢刘一清董事长 感谢你们的支持与信任 感谢你们的真诚合作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难忘到2023年即将过去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回望过去 我们风影从中 百感交集 展望未来 我们将不忘初心 继续努力 期待未来 依然有你们同行 2024年 东北亚世界总部将提振精神 加速各省总部的建设步伐 加速绿色新能源科技项目的开发和认证 加速实践国际标准绿色技术产品的脚步 积极开创国际绿色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绿色产业 构建国际合作网络 让我们既往开来 并肩前行 共同守护地球家园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做出我们最积极的贡献 特别感谢IOWGCA 东北亚世界总部福建省总部 为此次大会做出了努力和贡献 预祝第13届世界丽色气候大会 及东北亚世界总部第二次最高领事会 及颁奖典礼和东北亚世界总部福建省总部 挂发议事圆满成功 祝各位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厦门度过一个愉快温馨而浪漫的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此刻我们也要再次地感谢 郭言龙主席 谢谢 有请郭主席 郭总 亲爱的朋友们 我不得不说 在刚刚聆听致辞的过程之中 感受到了许多 当然也感受到了我们本次大会的盛情盛意 那么此时此刻呢 小木还是有个不起之情 可以请大家再次叫我们热情的掌声 送给郭主席 谢谢 因为大家知道 对于每次大会的承办 必须要有很多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昨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舞台 彩排到12点半 郭主席一直跟随 当然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 2023年对于我们的机构而言 也是成长快速的一年 在这个过程之中 许多人的努力不可磨灭 当然我们也在此次舞台的盛情盛情 再次感谢他们的付出 亲爱的朋友们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作为国际组织 通过国际标准绿色商品认证和国际协约来推进 IOWGCA气候环境宪法目标的事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Green Climate Association Proposes ILWGCA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itution Goals Throug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Green Committees Certific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接下来的舞台我们将会继续邀请 监察院事务总长兼巴达州支援总部代表 金鸿根先生登台之森 Next we will be watching is the King Kong Gu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ILWGCA IGB The World's Post HQ to deliver speech That's a moment of welcome Gyojin 존경하는 IOWGCA 가족과 전세계 시민 여러분 저는 IOWGCA IBI 행정사무총장 겸 IGV NCC WHQ 8.6 지원 본부 대표 김홍근입니다 IOWGC를 설립하고 기후학념험법을 만들어 23년 동안 인류가 살고 있는 지구와 우주 유무기체를 보존 및 회복하기 위하여 목숨을 고사하고 오신 이웃은 총의장님과 박연실 대표님 김민 의장님의 설립임은 집행위사회에 큰 감사를 드립니다 IOWGC의 한국 의장들을 대표하여 中国中央关係자분들, 국가기관과 관계자분들, 동북아 세계총부 관계자분들께 普챗성3은 중국정부국제회의장에서 제2회 동북아 세계총부 최고이사효약 제13차 세계 녹색기후회의와 최대 시상식을 함께 개최하게 됨을 축하드리며 인사말을 드리게 되어 감사합니다. IOWC는 국제기구로서 IOWC RGC 국제표준 녹색상품 인정 및 국제협약을 통해 전세계 인위사명인 IOWC 기후환경혼법 목적사업을 추진하고 있습니다. 그리고 IOWC 기후환경혼법 목적사업을 위해 IOWC 국제중재원, IOWC 국제감사원을 전세계 대륙별, 세계총부위와 행정구역별 기후환경중재소를 운영하고 있으며 ISSA, 유니폴, 분야별 ISSA, ITEGP 분야를 지원하기 위한 각 분야, 집행위, 실행위, 운영위, 해당 행정사무총장, 정무사무총장, 세계총괄사무총장 분야까지 공무지원 중에 있습니다. IOWC는 국제표준 녹색기술, 상품, 서비스, 기업, 학위, 자격 등을 발굴하고 검증, 분정하며 기후환경혼법 포괄적 목적사업 분야에 대하여 기후환경선물거래소, 각 분야별 거래소와 IGC 사산을 통해 탄소축권화폐, WSC 운영을 위한 WSCIF를 통하여 IBA, IBI, 검증, 감독, 등록, 관리, 재인증기관을 하고 있으며 가장 강력한 기후환법 목적사업, 기후환경 안보관리, 감독 운영자들을 통한 세계의 국제표준 녹색 상품을 인정, 판매하고 있습니다. 또한 국제표준 코드와 관리운영을 위한 하나의 우주, 원코스모스를 운영하는 직무를 수행하고 있습니다. IOWC는 세계의 중심 중국에서 동북아세계정부회의로 335와 340 휴코를 등으로 IGC 국제 녹색 자금 관리 및 운영 지침에 따라 보유 중인 순금을 담보로 WSC 운영을 위한 IOWC의 기념 조화와 IOWC의 은행카드를 중국 농업은행과 국제해방을 통하여 발행하기로 하였습니다. IOWC는 중국 정부 시 주석님이 200개국의 기후환경 녹색정책 실시를 발표함에 따라 중국 국경 외방지역 IGC 단지에서 해당 국가들과 신나라까지 온라인 오프라인 방식을 통해 IOWC의 IOWC 녹색의 자금을 통하여 이를 강력하게 실천하도록 동북 수행 중입니다. 감사합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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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的感谢建议鴻跟議長Compsey Vidal 朋友们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感受到了更多的对于环境的关注 当然 世界绿色气候大会是一个开放 包容 平等的交流平台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推动国际合作 增进各国的友谊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将通过协调和集约的措施 帮助建立国家地区间的共同合作网络 以扩大各国人民福祉 优先事项的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orld's Grand Climate Association will help establish a common cooperation network between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rough contact and investment ensures that to expan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 priority issue for well-being fo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接下来 我们的舞台将会继续有请国际嘉宾 有请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尼泊尔总部代表 埃里卡里克里希娜登台之森 效果际组绢恩组织世界绝对王 French西 verm球中的代表飞 Cop队到了 。 Honorable ChairpersonRoyanLore Respected Global Chairman ChairpersonVictorily Respected Global Support ChairmanMahasBuro Respected Chairperson of North East Asia headquarter Respected Chief of IOWCAEurope, Africa and America headquarter Dignities, Dignitaries of IOWCA Associates, D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pleasure to all on the behalf of the IOWCA Nepal Headquarter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pleasure to all on the behalf of the IOWCA Nepal Headquarter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pleasure to all on the behalf of the IOWCA Nepal Headquarter I will have been represented from the IOWCA Society as IOWCA Associates with the Combined 暴力的攻略 这种灵状态的影响 影响了 在中国的影响 非常的高 对中共的灵状态 关系的问题 对此的灵状态 灵状态和大际 从中国的灵状态 对新的灵状态 最新的灵状态 這是不是一個環境的問題 而這呢沒有一個環境的影響 而是這個環境的影響 是有種地下的影響 和你都做了很多的影響 現在我們現在需要有新的影響 與我們要做出的影響 我們要做出的影響 特別是沿海豐富大陸 也就有很多影響 所以我們要做出的影響 是 然后这项目的传选的研究工程师 这项目的传选了性化的传选曲 Its general income is cash crops.This coffee has a big demand in global market. Hence by exporting coffee.It explores the world opportunity for sustainable income for the silent society. Dear dignitaries,I believe that the Silk Road project will be a major gate of the Nepal development sector and the Lumbee also will be a large community of world. Beside this coffee project,there can be good investment return from the cable car transport system as Nepal is healthy in nations and cable car system supports the ecological conversation eco-tourism promotions and save the life of millions by provision of the road accident.Beside those potential projects by utilization of the hydroelectric hydrogen environment can and protect with good interviews.These are the profitable projects with optimal returns in the space. Arabica coffee,2.5% annual products is a demand of the world market.Silk Roa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Lumini deployment project.Cable car transfer system in the area.Maline Medical and mineral oil industry,Himalane agriculture,Himalane industrial and mineral spring water plants, textile industries,mines and minerals,exploration,organic agroproducts etc. Dear Dictatories,there has been good mutual ties among China,South Korea and Nepal.We need to keep this board together.Let's move in.Hands in,hands by,and in the world for present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Thank you.Namaskar.Ni hao. 好,谢谢,再次的感谢陪西大约长给我们带来的致辞,我们也感受到了国际社会对于绿色环境的更多的观众. 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大会现场,就像大家所感受到的开放,包容,平等。 我们所知道的是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挑战 关乎人类的共同未来 在此我们集聚一堂 为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地球家园 贡献着我们的力量 Climat change is a global challenge that causes a common future of humanity Here we gather together to contribute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promoting our planet 接下来的舞台 我们将会继续要求的是 IOWGCA东北亚世界总部 知名议长 郝伟光登台之寸 Next IOWGCA North East Asian World Headquarters Pose Chairman 郝伟光登台之寸 有请 Welcome 尊敬的 李宇成总议长 尊敬的郭远龙主席 各位议长 各位嘉宾 大家好 很荣幸 我受邀参加本届 国际大会 作为被国际组织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赋予的绿色使命 深感责任重担 它兼顾着推动 国际城乡绿色发展的重任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地区的绿色发展 对于全国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过去的几十天里 我国城市的进程 取得了举世总部的成绩 但是仍然存在着 这样的问题和那样的问题 为了实现城乡绿色发展 我们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大家共同努力 去做一些我们该做的工作 首先要加强国际合作 国际绿色气候组织 标准的城乡发展规划 建立健全 全国标准化城乡规划体系 统筹考虑城乡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 实现城乡一体化 国际化的发展 同时要提高管理水平 加强对城乡建设的监督 确保各项工程 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 其次 在推进农业绿色生产 加强农业技术创新 推广绿色农业生产技术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降低 次ds do 只要下面